杨子眼中的张艺兴,话少,憨厚,单纯,第一次在节目中相识 安迪莫名其妙地被告知他与Laye的恋情 结果他上了节目,打了睡衣 这就更难讲了 结果各方都否认,尤其是Laye不知道什么是爱 他很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事业上了 安迪很活泼 每个人都喜欢他 虽然有过恋情,很忙,但还是希望遇到对的人 后来节目采访了安迪,让他谈谈向往的生活的常客 没想到Laye在安迪眼里会这样 安迪先说了蘑菇屋的印象,觉得在电视上看起来大了点 但当面变小了 他以前见过的食物非常丰富,这次变得节俭了许多 大家相处得很愉快,像一家人一样,很幸福 印象中的何炯,像个小太阳,很会照顾人,但是对这里的环境不熟悉 何老师和他姐姐张子峰精心为自己准备了许多东西,而他姐姐则是他自己贴心的小棉袄 他自己很踏实,会一直坚持下去 确实之前两人一起演过一部电视剧,严姐妹,从最初的吵架到后来的和好成为好姐妹 那时,张子峰只有10岁,而安迪只有20岁左右 自从安迪到来后,张子峰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说了很多话,好像他永远也说不完话 估计他是熟人 黄磊老师就像一个下厨,叫大家吃饭的老师 黄磊和安迪没合作过,成分可能有限 黄磊老师这一季的厨艺好像没啥用 节目提倡节俭,大家都提倡光盘行动 安迪觉得雷话少,憨厚,一直在工作,感觉很简单 看来雷给安迪的印象不错 他没有夸对方长得帅或者唱歌好听 其实雷在节目上没有太多时间和安迪交流 可能他有点内向,遇到安迪说话不像张子峰 雷和安迪看起来不熟,也不像谈恋爱 如果他们真的恋爱了,他们的眼神就不会骗人了 但是,雷在安迪眼里的印象还不错 但不应该是作为男朋友的标准 彭玉唱在安迪眼里也很不错 他对重力负责 他认为自己势力好,主动做各种工作 除了彼此熟悉的何老师和张子峰 他们彼此都不熟悉 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距离缩短了 我们不再是陌生人 其实雷和安迪都是以同兴的身份出道的 只是年轻的时候安迪比雷更出名 现在安迪在影视方面的作品比雷多 而安迪在音乐方面不如雷 所以他们是不同领域的明星 安迪在节目中的表现不是装出来的 但他也有一件事要说,一件事要做 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问号 节目播出5G了,安迪好像第一次上节目 整个人瘦了很多,变漂亮了 参加各种时尚活动也很不死 很有表现力,也更时尚美观 认真演戏,低调做人,安迪的未来是无限的 其实雷和安迪都是保护的很好的明星 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太相似 但通过努力,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们很敬业,也相对低调,也很谦虚 他们给人的印象很好 虽然他们真的没有恋爱,但还是可以考虑的 两人都在竞选三时,雷已经站了起来,杨子小一岁 我对对方有好感 其实我可以试着去理解和相处 毕竟外人我不多,主要两个人都是积极向上的